三年前,我刚出家门,今天还是第一次回来 总裁,我给你道歉,我 田,你给我道歉,刚才,你不是要开除我吗? 总裁,是我有眼无如,刚才是我没有认出你来 你是为副总经理,隐权谋私,像你这种人,根本就不配待在公司 总裁,你大人有大量,就原谅我这一次吧 周秘书 嗯,看着他收拾东西,让他滚 好的,总裁 总裁,你再给我一次机会吧,我一定会好好表现的 总裁,你再给我一次机会吧 贝贝,你看我们同学一场,这合同还能签吗? 对于你们来说,有签有势,才是同学 可是贝贝,毕竟我们还是有同学勤奋在啊 同学勤奋,你有顾计过我们同学勤奋吗? 我们公司不可能欠你这种不可一世的人 你走吧 对对,周氏家族的老三过来谈合作 老三 老三 让他滚 好的,对对 看着,我去设计 我本来说,你觉得你这个办法怎么样? 机关长,你的方法做吧 大哥,这荆州集团也太过分了 我去谈合作,他们居然让我滚 这分明是看不起我们周家嘛 行了 我听说金州集团董事长才刚刚上任 也才二十出头 什么 一个黄毛丫头 居然这么狂妄 好了好了 人家狂妄自然有狂妄的资本 虽然人家态度不好 但是我们还是要找他们签合同的 八哥 要不让二哥去吧 三弟 你 怎么 生为周家人 自己的公司管理不好也就罢了 还不能为周家出分力吗 一幕 你也去试试吧 明天和金州集团谈一下合作 大哥 行了 别说了 这件事就这么办吧 丢人也不能让我一个人丢吧 你也去试试吧 对对 周氏集团 月过来谈合作了 是周一末 见还是不见 老老八 学生你过来 周家人也拼可真厚啊 一个二流家族还想跟金州集团谈合作 之前都被人家赶不出来了 现在又来 两人好 这么一说怎么样了 怎么样了 总裁说 跟周氏合作 对了 你能带我去见见总裁吗 不用了 过几天来签就可以了 嗯 好 这可是天大的好事啊 那今天我们邀请亲朋好友一起庆祝一下 哈哈哈哈哈哈 真是不错啊 我去里面接待 你现在这里接待一下 嗯 好 里面请 哎 杨总来了 你们行 你们行 哎 哎 哎 起来 这是你能坐的地方吗 还不赶紧 给杨总忘做 你瞎吗 没看到我们在这吗 这边 让一下吧 来杨总 这边坐 哎呀杨总刚才那个是我二哥的老婆农村出来的 没什么嘉奖 你别跟他一般见识啊 土包子待会有你好看的 我跟大家说 这次银沫跟荆州集团合作谈成功了 银沫过来 大哥 来你跟大家说说 这次你跟荆州集团什么谈的合作 我到荆州集团什么都没说 也没见到总裁 就坐了一会儿 他们就和我签约了 原来二哥什么都没做 我还以为多大能耐了 不过是运气好罢了 大哥 我被荆州集团赶了出来 今天又换成二哥去 这荆州集团一定是感受到了我们的诚意才同意的 其实今天换成别人去也一样能成功 有道理 一莫 这次功劳 不能穿在你一根头上 三弟也有份 大哥 那签约的时候我去吧 好 那签约的时候就你去 二哥 两种公司经营了很多项目 要不你跟他谈谈 你们慢慢聊 土包子 我二哥都娶你三年了 还这个穷三样 你看我二哥和杨总 多般配啊 你就不该待着这里 还不快滚 我是你二哥的老婆 你不应该叫我一声嫂子吗 连着最基本的礼仪 你都不懂 叫你嫂子 你是在做梦吧 走吧 我们一起去吃饭 走吧 咱们庆祝跟荆州集团 和周氏集团成为成功 来 拿 喝 大哥 喝酒 嗨 客气了 喂 什么 哦 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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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姨母 荆州集团刚才那边来电话了 说合约只给你一个人欠